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周琳 三 二 我一定要吃饭 连云港 江苏北大门 山海湖街友 孕育出丰富食材 究竟哪些才是最具代表性的 连云港美食 我还是比较喜欢吃海鲁鱼 马山湖鱼桶 马山湖鱼桶 嘎啦炒鸡 热道菜必须要有 淮阳菜的精细招工 山海湖干于味道美食文化结上 600多道诱人菜品 究竟谁能脱颖而出 我们将走进连云港 感受山海湖美味街友的 舌尖盛宴 西游戏中花果山的原型 正是位于江苏连云港的海上名山 花果山 连云港 这座江苏少有的海味十足的城市 江苏大量岛屿分布在这里 也是江苏罕有的山城 以及众多同类淡水湖泊 造就了这里的食材 兼具山海湖的特色风味 中国的码头看连云港 连云港的码头看干鱼 我现在就在坐拥 中国八大渔场之一 海中湾渔场的连云港干鱼区 这里自古便想山川之饶 受鱼盐之力 餐桌上永远不会少了 食令的美食和美味 山珍 海味 红鲜 各种美味在这里 争其斗艳 各显本领 究竟哪些菜能让人赞不绝口 是大家一致认为最有代表性 并且绝对不会错过的 连云港美食呢 在这场山海湖干鱼味道 美食文化节上 就能找到答案 近百位干鱼大厨 都拿出了自己的拿手好菜 足足有600道菜品 进行展示 热菜 冷菜 创意菜 民小吃 甚至还有不同主题的特色桌雁 聚集了各种各样的当地特色美食 经过激烈角逐和大众评选 有几道菜得以从中脱颖而出 高票当选 这第一道菜可就来头不小 既能体现淮阳菜精细刀工 以彰显卤菜的火候 还是经典的连云港名菜 我比较喜欢的油爆无花 特别喜欢吃这道菜 油爆无花 油爆无鱼花 这个菜品首先是在悬料上 食材很高大 要求初始的倒拱技艺精细 也是很没干鱼的一个特色菜 这来到了连云港啊 我们才知道当地啊这大厨云集 而且啊他们正好赶上这个美食节 是吧 这些大厨到这儿来是各显八般武艺 尤其我旁边这位大厨做的一手好菜 大家好 我是连云港本地的徐车 我叫张公明 做厨车这一行有30多年了 这菜名字啊 你一听就好吃 油爆无花 油爆无花在连云港是习大名菜之一 每个厨车要进局的话必烤的菜 可能好多观众啊 都纳闷说乌花乌花 不就是黑色的花是吗 这个乌花不是乌色的花 是这个墨鱼连云港本地人叫大乌子 经过加工形成的花 叫这种乌花 咱们现在有眼福了 看一看张大叔如何加工这个乌贼 第一步把这个硬盒取料 墨囊 墨鱼的蛋 墨鱼花就用到这一块 墨鱼呢明年设计它都有 在这个剂子眼里它最肥美的 等于海产品在这个产卵期之前 是最肥美的 对对对 因为它有储存营养 对对 连云港这边的海域里 很有特点性 有山有海有岛 有残土有港口 所以连云港这片地区啊 海产品太丰富了 关键是这乌贼 看起来它长得又饱满又干净 是吧 它那种新鲜度就特别好 对 直接切45度点进去 生前要一具切到五分之四 先斜刀再直刀 这种出来的花叫什么 麦穗花刀 典型的麦穗花刀 麦穗花刀啊 讲究的就是呈现出麦穗状 这一定要用开水烫一下 才能看出来的 是不是真正的均匀 焚木鱼花 有没有什么水温的要求 开水焚个两三秒钟都可以 非常漂亮的麦穗 下部我们做这个油煲无花 开火 要一下以后加油 油煲菜呢 讲究快火提炒 需要提前调一个碗汁 需要盐 鸡精 胡椒粉 料酒 白糖 淀粉 香油 加一点水 好的 青红椒 先搁在这个漏勺底 油温需要几成 五六成油温都可以了 好 油温差不多了 爆一下 好 看得了 爆菜 就得是高油温 漂亮 您看这墨鱼花 现在一下就绽放了 全支撑开了 油爆一下子 基本成熟了 刚才这个油爆的温度 把这个食材 现在已经是做到了最棒 就差您这快炒了 小料都给您准备好了 葱姜蒜一起下 爆香料头 运速下锅 投入芡汁 好 好嘞 浓爆乌花 出锅了 先看刀工 刀口很均匀 再看颜色 洁白如玉 而且这火候非常好 刚刚打点 现在要入口尝一尝 是不是紧直爆香 味儿是不是入进去了 好吃 吃的口感也可以 脆 寒 软嫩 大乌鱼的细腻程度 在嘴里轻轻的一嚼 里面还都带着汁水 火候非常的好 油爆乌花 将乌仔改成麦穗花刀 塔山湖鱼头 本地人都喜欢吃 塔山湖的鱼头 非常好 非常独特 具备着一定的空体 干油的美食地表 甜焖瓜酱焖塔山湖鱼头 这是一道能够代表当地风味的特色菜 这甜焖瓜究竟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一道菜里有两个焖子 必须让专业大厨给我们解答一下 我叫庞少坤 做本地菜已经15年了 师傅您必须要给我解释一下 您看这里面有两个焖 第一个焖是甜焖瓜 后边是酱焖鱼头 它为什么有区别 一个带火的边 一个不带火的边 第一个焖呢 主要就是以甜焖瓜的焖为主 在盖云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了 这就是甜焖瓜 是吧 这个甜焖瓜呢 也是我们连云港的市集飞夷 家家的餐桌上都有自料菜 主要是选用本地的烧瓜 抹盐 晒制 然后晾干 然后包入甜面酱 在毯子里面发酵 大概需要两个多月的时间 打到碑 甜 然后酱香浓郁 甜焖瓜的你们 我明白了 后边您就给我解释 咱们这个大鱼头的来历了 这个塔珊湖呢 是我们江苏省的第二大人工湖 它不仅水质比较清澈 而且鱼的品类也比较多 比如说有鲜鱼啊 鲤鱼啊 鲫鱼啊 鲫鱼啊 虾啊 什么各种各样的都有 那咱今儿用的这个鱼 它是什么鱼啊 花鲜鱼 它的肉质呢非常的肥美 比较适合来做鱼头吃 这个鱼头里还有好多内胶 胶原蛋白 一个当地特有的甜粉瓜 一个当地特有的这个鱼头 到了连云港 尤其是干鱼地区 吃的就是山海湖 所以咱们今天 再把这个山海湖里面的湖鲜 彻彻底底的给它尝透 来 您开座我跟进去 好嘞 把锅先烧热 然后加上我们的猪油和撒发油 烧起来更加的香浓 然后来几片姜 封 先把这个葱姜给泡香 蒜 少来点 然后下一步呢最为重要 把我们这个独有的甜焖瓜 放着一点的小颗粒 放里面炒 把它的香味炒出来 我们这个甜焖瓜放里面呢 一定要把它爆香 然后待会儿烧出来的鱼呢 味道呢才会更加的酱香浓郁 放一点我们的干辣椒 少来点花椒 然后把我们的鱼头 放里面煎制一下 这时候一定要大火煎 把它的香味煎出来 那一会儿这鱼头还要翻面吗 不用不用 单面煎鱼头就可以 来点我们的花雕酒 来点醇醋 来点老抽少点色 然后加上我们的高汤 这高汤是拿什么熬的呢 猪大骨猪蹄子 来点盐 增加一下底位 来点糖提提鲜 现在呢我们就是大火把这个烧开 下一步呢就是体现出我们第二个闷了 感情中小火了 然后大概要闷至在15分钟左右 像咱们这种大鱼头啊 除了今天做的这种方法 还有没有其他的吃法 我们今天做的就是这种红烧 还有清蒸 剁椒 我们干鱼呢都有这么一个说法 吃大鱼到塔山 尤其我们这个花莲鱼头 塔山湖的鱼馆呢家家都做 有不少游客呢慕名而来 好下面我们来打开一个锅盖看看这个鱼怎么样了 15分钟也差不多了 对把这个鱼汤往鱼身上浇一点 大火收汁让鱼呢都入味 稍微来一点锅边醋 把我们改刀好的甜焖瓜焖煮一下 这又是一种改好刀的甜焖瓜 对 这上面有一些小花刀 对对对 这个就是放在上面就是好看一点 同时其实它也是又增加了一次甜焖瓜的味道 对好我们出锅 好香 然后来点葱花 撒点小香葱 点缀一下 太漂亮了 要想知道这个鱼好吃不好吃 咱给问做菜的师傅 师傅知道哪块鱼肉烧制或焖制完了之后 最嫩最香 这个鱼盖里面的这块鱼韵 先挤盖头来 粉嫩粉嫩而且它颤颤巍巍 对看上去像脂肪实际上是鱼里面的一个软组织 叫鱼云 它比较洁白 然后口感的比较细腻 蛋白质特别多 再来一块肉 哇 椒鱼蛋白不错 还有这个甜焖瓜的那种酱香 这时候咱们要吃一块吃好花燥的甜焖瓜 咯吱咯吱 对 口感脆甜 甜焖瓜酱焖塔山湖鱼头 选用干鱼本地特色食材甜焖瓜 和塔山湖鱼头共同焖制而成 点睛之笔在于出锅前淋入锅边醋 进一步激发浓烈鲜香 为了找到莲云港最具代表性的山珍海味和湖间 范小二决定走进山海湖 干鱼味道美食文化节的后厨 探寻最具特色的莲云港美食 哇 这就是厨房啊 可以看到大厨们都在忙着做自己的餐菜作品 这就是做什么菜品啊 松鼠鲑鱼的这个造型摆了一样 但是是黄鱼 那这难度可大了 祝您获奖 这就是在煎鱼头是吗 对对对 那你觉得做怎么样 非常速做 非常速做 很自信是吧 对对对对 哇 这都是咱们的餐菜作品吗 对对对对 哇 太厉害了 这边的餐菜作品 两个字来形容就是磅礴 今年这个作品能获奖吗 绝对没问题 绝对没问题 好嘞 两位师傅辛苦啊 这次大赛定位在山 海 湖 寻找整个干鱼的这个特色食材 这些道菜品 面点有两百多岛 这个最大的特点是 这个体验处是用干鱼的食材 把很多的一些 传统的一些菜肖 这个于是俱进 继续地传承下来 干鱼的散 海 湖的美景 凭干鱼的美食文化 有请获得特金奖的代表 第一礼 徐珠江 美食节的特金奖选手来了 哎呀 您好 您好 恭喜您获得特金奖 获得了咱们评委的这个一致的这个认可 您要不要跟我们露两声 可以啊 做一道什么菜 做一道我今天特金奖制造菜 蛤蜊炒鸡 好 蛤蜊炒鸡 当获得特金奖 咱们就可以尝鲜 走着 走 走 大家好 我叫徐珠江 我现在存储有15年了 都这点了您看看 咱们这生意还这么好 大家是特爱吃这道菜 是 蛤蜊它是海鲜 鸡它是肉鲜 两鲜加一起 它是鲜上加鲜 嘿 这说得好 鲜上加鲜 那咱用的这是什么品种 我们这边叫花塔 这是我们连岗的特产 这个鸡非常的肥美 每天吃的都是山里面自然成长的 就什么小虫啊 小果实啊 就是它都给吃了 对对对 和我们山上的泉水 那这纯天然 对对 这是有滋有味这鸡肯定是 我们先把这个鸡 斩成鸡块 加入花生油 花生油香啊 对 先去滑一下热一下 现在我们开始下入鸡块 好 放进去的时候先不要动 动的话它很容易粘锅 对 就这样稍微加热一下 让它煎一煎 对 把它那个鸡煎黄了 在这能够闻到那种鸡油的这种香味 稍微晃一下 暂时先不要翻 现在可以翻一下 果然是不粘锅啊 而且底下都出油了 好香啊 拖在这能够闻到这个鸡肉的这种香味 对 已经喷过而出 煎至金黄的时候 然后我们再下入炒料 姜呢稍微多放一点 去腥 花椒 少许干辣椒 稍微来一点炒一炒 炒融入到鸡的味道里面 嗯 来一点甜面酱 蚝油也来两勺半 把这个酱炒到鸡味里面 现在可以来点老抽 生抽 再来点料酒 炒至 香味出来了啊 对 我看您一直也没关小火 所以它这个热气蒸腾 料酒带出了这个鸡的一些腥味 同时把香味也给它提炼出来了 是 炒的差不多 比如说加入四勺到五勺热水 先大火煮个五分钟 然后调制小火 慢炖十分钟 再大火收汁调点口 可以来一勺盐 两勺鸡精 这汤汁已经开始有点微微浓稠了 对 大火收汁的时候可以放入佐料 放点蒜 小米辣 大葱 来点青尖椒 现在基本上差不多了 最后把洗净的瓜嘎 直接放入里面 不要用水焯 为什么不能焯水啊 这个花鸽 直接放入鸡肉里面 它比较鲜 鲜上加鲜 全都浸到这个鸡汤里面 对 对对对 收汁的最后这几十秒钟 恰恰是这花鸽 都一个个开壳成熟的几十秒钟 这个慢慢就要张嘴了 好嘞 可以关火了 太棒了 我跟你说我等了半天了可是 先来一块花鸽 先来自于海里的鲜味 这每一个上面都蘸的这个浓郁的鸡汤 您看看 挂满了汁 我这口水要出来了 先吃一口 爆姜 对 对的 关键吃到嘴里是那种骨鸡甜 这是浓郁的鸡汤 很浓香 热 怎么样 越咀嚼越香 里面嚼出来的有汁 还有这个鸡肉本身的这种香味 既凸显了当地的这种山里的味道 又彰显了这里面海水的仙气 让我充分感到连云港美食 它的魅力所在 隔离炒鸡 先将鸡肉与各种调料在炖煮中充分交融 大火收之后放入隔离一同炒制 鲜上加鲜 隔离鲜嫩爆汁 鸡肉鲜香味美 美食节的特金奖大厨 为大家展示了拿手好菜隔离炒鸡 除此之外 美食节上还有一道拥有超高人气的创意菜 吸引了范小二的注意 所用的食材是当地特产的海鲁鱼 连云港海岛众多 天然饵料丰富 海鲁鱼常常会在近海岛屿周边觅食 因此这里的海鲁鱼口感极佳 醉是肥美鲜嫩 深受大家喜爱 我们在连云港的苏鲁海鲜批发市场 这里汇集了全国各地的海鲜 当然连云港的当地海鲜也是非常的抢眼 而且这里卖货的人都有一个独特的特点 就是他们拿着手机在直播 真是从捕鱼网连上了互联网 来新鲜的海鲁啊 我回家可以炒个主菜炒个蒜苗 经济时会好吃不贵啊 我们现在的观看量大概有多少呢 30到50人嘛 100号人 现在3000多人 这边卖的是当地的虾吗 对当地的全野生的小海虾 新鲜的海鲁 豆腐鱼 那个是墨鱼 下单了 有人下单了 你跟结婚会特热的大厨还等着你回去买鲁鱼呢 差点忘了正事 大哥 附近有卖鲁鱼的吗 有的 那祝您直播生意兴罗 这是咱们的海鲁鱼吗 对啊 这个季节特肥的 特别肥 对 您给我挑一条云乐柜的 好吧 好嘞 好嘞 我们来走 就来这条 今天在这美食街上 我可是见识了这个庄师傅的风采 那是获得了金奖不说 而且是唯一的金奖 大家好 我叫庄国抢江苏干鱼人 从厨四十多年了 您打算给我们做一道连云港 当地多么知名的这么一道菜 鲁鱼蟹粉狮子头 哎呦 狮子头可是家居户下 到了干鱼地区 咱们变成了鲁鱼狮子头 您就给给我们讲一讲它的由来 鲁鱼狮子头呢 是我们地区的创新菜 对 淮阳菜有道名菜 清炖蟹粉狮子头 我们这里盛产海鲁鱼 进行了改良做形的鲁鱼蟹粉狮子头 我买回来这条海鲁鱼怎么样 你挑的这条海鲁鱼 还是很不错的 我们这鲁鱼呢 一定要刚打出来 刚刚打上来 对 它嘴特别大 眼睛要亮 你看这个鱼 鱼鳍 鱼鳍 鱼鳍特别的 鱼鳍很漂亮 跟那个虎斑似的 对 有虎儿在上面 鲁鱼本身呢 它是深海的 幼稚呢 比较细腻 先去头吧 好 头下到之后 一定要帮它鱼肉下出来 贴着骨头往下贴 鸡背的肉最肥美 然后呢去皮 一个片刀法 下来了 哎呦 这漂亮 改刀切丁 还要进行跳细 现在我给你加调料 进行拌制 好 加点肥专卷 口感更滑爽 葱姜水 去腥啊 蛋清 北味之王是盐 加点淀粉 增加它的粘稠度 您这个用的是什么淀粉 生粉 还有一个料酒 来进行拌理 你看慢慢水都没有了 抓的同时 您还在这个旋转 让它慢慢的上劲 一定要用力的 像这种菜 是不是只能是纯手工 这传统的菜 一定要手工做 现在工厂化的 吃下口感 肯定没有传统菜的好吃 没错 庄师傅在这边说边聊 已经摔打了15分钟 忽略的算吧 也给有三四百下 所以才能够形成这种 这个鱼肉 跟里面的一些小肥肉筋 完全的粘合在了一起 关键里面的这些汤汁啊 都莫名其妙的吸进去了 对 下一份加到进去 味道更鲜美 完全给它也抓在里头 对 融合嘛 揉搓到位之后呢 就团出来 锅一定要开水 为什么必须开水下锅 那就散了 狮子头下锅 好 在这个废水的中心点 加盖 这时候要迅速加盖 然后保持住它的温度是吧 对 卷成中火了 火大了 它也会咕噜碎 等于给它沸腾冲击开了 对对对 也容易给它咕噜碎 这个经过三个小时之后 可以开吃了 好嘞 我们来看看这三个小时的 哇 很香 而且洁白 上面有这种 星星点点的这个蟹粉 现在我们开始调味 先放点盐 胡椒粉 去腥 增香 再炖个五分钟 入入味 我们来带小油菜 烫一烫 搭配点盐四 漂亮 有荤有素 嗯 来我们可以出锅了 好看 不断的在淋上一些热汤 让那个势头表面更加的润涼 小葱菜 嗯 走起来 来点圆汤 蟹粉 鲁鱼狮子头 就装盘了 在我眼前呈现的是一团 洁白如玉的巨大号的这个狮子头 而且香气阴韵 满屋飘香 我最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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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渴了 哈哈哈哈 您拿这喝呀 哈哈哈哈 大口吃 大口吃才香 轻轻的上糖下糖一抿 鱼肉就化了 里面有那种微微的爆浆感 是里面大量的汁水 这个汁水是鱿鱼 刚才这个火候太好了 把鱼肉里面的汤汁 都包含在了里面 所以咬下去 哇 汁水泵出 香气四溢 鲁鱼蟹粉狮子头 将淮阳名菜狮子头中的主要食材 五花肉 换成连云港特产的鲁鱼 经过手工搅打上劲 和长达三个小时的炖煮 鲁鱼狮子头 香而不腻入口即化 重点在于 狮子头要开水下锅 才能瞬间凝集成形 您在家平时就回去也做饭吧 小孙子什么的 都特喜欢您这个饭菜 孙子不是吃他爸爸的味道 妈妈的味道 而是吃他爷爷和奶奶的味道 这句话太经典了 因为现在的双职工父母都很忙 所以小孩尤其是孙子 最爱吃的其实就是有手艺的 爷爷和奶奶的味道 所以我们家有一老 如有一宝 好 好 好